现在事实证明中国那一套 就是现在香港也是在用那一套 一发现有人中招 就立刻追查和他有感密接触的人 这样病毒就不会流传 中国走的这种方法是最终如果大家一起做 做得彻底 只需要一个多两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要病毒无蜡烛之地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继续是施老板和威威的施老板 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Delta变种你怕不怕施老板 我就打了疫苗了 但是 打了疫苗也会中的 是的 疫苗那些统计显示 即使你打了最好的那种 復必泰 都中了 可能保护率都是不足四成 那还有六成多人可能会中招 中招只不过是重症的机会少些 死亡率相对低的 那现在欧美国家就采取的策略就是 尽快叫人民打疫苗 打了疫苗之后 他就不再走那些社交距离的要求 又不去追踪那些感密接触者 要他们去检查 没有感染才放他出社区 英国的做法 其实英国也是一半人多些 打了疫苗而已 都未够七成打了两针 他已经急不可待 就开放了 那他们 就是当开放日是自由日 全成狂欢 去喝酒 去慶祝 其他国家 就是西方国家看到 都是想快快快快 走英国的路 那英国的路 走不走得通呢 刚才你已经说了 就不是疫苗 打了疫苗就能解决到问题的 那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不一次过真的将它 在地球上说出去的话 它经常都以某种形式存在 有的存在就有的变种了 那一直变 如果变得真的 越来越传播力强 又变回去 重症的机会多 死人的机会多 那就要走回头 如果走回头 就全功尽废 现在事实证明 就是中国那一套 就是现在香港 都在用那一套 就是一发现有人中招 就立刻追查 和他有感密接触的人 查到哪些人 就立刻拿去旁边 查查他的 有没有抗体 就是核酸检查 确定他没有事 才放他出社区 这样病毒就不会流传 你就可以一出市 就是围了一批 有可能中招的人 直到他没有事 才放出去 因为这种病毒 他不可以自生存 獨自繁殖的 一定要在人体内 才可以繁殖的 那你不让他 接触到新的寄生体 那他整一下整一下 就死了 就是他病了 他有机会生存 那些人打一个真有抗体 慢慢把这些病毒 压抑到没有定期 那你看看 香港都已经有近两个月 是除了外来的按例之外 本土已经没有流传 就是说香港的土地上 已经没有了那种病毒 所以中国走的这种方法 是最终如果大家一起做 做得彻底 只需要一个多两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要病毒无蜡烛之地 就是不让他传到新的寄生体 那你整一下整一下他就没有了 但是英国亚美国那种 是与病毒共存 共存的过程中 人家病毒又会变 当然你说看他不要变 他永远都是这么差 我就消灭他 你变成他一路变 你一路要研发新疫苗 如果研发的速度不够快 他就一路在那里演变 那等于禽流感或者流感 都是整天有这种款 那种款连年都要变 那如果这种病毒是真的 比禽流感更厉害 又在很多非发达地区 疫苗打得不足 那时不时就有些传地回来 那令到世界永无灵日 你看澳门 差不多整年多都没出现过 所以突然整一个回来 又很大阵仗 又要很多人连回去珠海都没机会 那这些情况都可能陆续会影响那些 已经疫情好转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与病毒共存是有风险的 最好就齐齐隔着他 等他没有机会在人身体里面落地 那他就整整整整就死了 那似乎就是今年你来深圳探 我的机会都很渺茫是不是 今年还有很久 你看一下这次中国政府 几个月而已 这次南京江苏 可能有些人去了什么 那个叫什么 湖南有个地方去旅行 旅行团又散了出去全国很多地方 这次中国都算传播得夸道大的 那你看一下中国政府可以在多长时间 将可能已经扩散了疫情 重新把它收紧 把它慢慢清零 如果中国政府做这件事的时间是不足两个月的 那其实全世界应该一起学中国政府的做法 大家同一时间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不用很高科技的 只要认真去做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可以感染到 追查他有多少密切接触者 所有密切接触者 都找他出来要他去检查 一检查到 又追查另一批密切接触者 那你同一时间把所有密切接触者 隔离开来 治理到他好为止 那你以后就没有了 那所以不是做不到的 不用 之前北京那些都试过的 那他也是花一个多月时间已经搞定 那如果这次也是可以花一个多月时间搞定 那为什么大家不用这个政策呢 而是要打疫苗呢 打疫苗 发达国家打完 还有不发达国家 有时间打打两三年都没打完 那这两三年里面 病毒就不断肆虐 不断变种 我们就很风险 那其实西方想 他们以病毒共存 那跟着他们放些人到处走 中国啊 香港啊 想清零那些 就等你领缘一次又一次 前功尽废 那我怕这一次 如果搞得不好 病毒不断转型 越来越恶毒的话 西方可能自食其果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香港和大陆内地 什么时候你觉得可以通关 就是香港其实都 就是这两个月都很好 但是都没得清关 你看澳门 我去了什么时候澳门 澳门就是如果你内地去澳门 你测试核酸就可以去澳门了 嗯 但是到现在呢 就是和香港呢 还是通不了关 就是香港人可以回香港 但是香港回内地就不行了 就是你来探我 我等了你一年都不来探我 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可以来探我呢 因为香港都是国际城市 和国际的交往比较多 现在呢 有一些地方来香港呢 就守得比较容易的 譬如英国来香港啊 印尼啊 菲律宾啊 来香港 有些行班都取消了 但是我刚刚听到 好像美国来香港 只要打了疫苗就可以进来 哦 ok 可能香港的某一些尺度 和中国内地的一些尺度不一致 所以中国政府就不敢 给来亲香港的人都可以回大陆 眼前我认为如果是 不是那么紧张的话呢 香港应该中的人很少 就是在社区应该没有流传 那么中国政府放人呢 是问题不是太大的 现在问题是中国自己 南京出来都有一大批去到不同的省市 反而是香港人去内地 有一些地方呢 就应该小心一点的 嗯 但是去内地 那个内地的疫情相比起欧洲啊 美国的疫情都还是小毛与大毛之分的 那我们一年之后 你觉得全球又可以恢复自由旅行的机会 是否都不大 明年的处境 现在已经 所以现在连抗疫呢 都是变成了两种模式的竞争 中国说我这种模式最好 普通第三世界都可以用 西方说他那种模式对个人的干预很少 但是对整体人民的健康啊 安全啊 其实是威胁很大的嘛 那所以中国就不打算走那种 而且那种要全球 如果要七成人打了疫苗 我相信真的两三年都没成功 两三年没成功 这两三年是否疫情又转来转去 在你的身体那里住两天 去他的身体住两天 一路住一路变 将来变成什么样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倾向就透过隔离啊 追查去等那些病毒 没有机会从一个人身上传去另一个人身上 他在一个人身上 久了之后身体就会有抗体去抵制他 令到他无法在身体里继续繁殖下去 那他就会死了 明白 多谢施老板 OK